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 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语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我们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医理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P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多元市脚下的大运河 主讲人 贺云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时间 2024年8月2日19点 主办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 江苏省大运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参与方式 扫码观看线上直播 重塑2.0 跨界碰撞与未来探索 主讲人 时间 2024年8月2日19点到20点30分 主办 箭头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参与方式 箭头书局上海浦江店四楼传记图书馆扫码报名 视频号 箭头书局预约线上直播 数字化镜像革命 数字孪生技术 重塑工业与城市管理新格局 主讲人 贡金鹏中野京城数字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数字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时间 2024年8月2日14点 主办 智能城市产业创新联合会参与方式 扫码观看直播 北京长城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变迁 主讲人 蔡超博士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 时间 2024年8月3日14点到15点30分 地点 首都博物馆 B1多功能厅主办 首都博物馆 参与方式 扫码预约 龙虚沟从地理坐标到戏剧文本的流变 主讲人 时间 2024年8月3日上午9点30分 主办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参与方式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三层报告厅 首届南开五月文化研究论坛 参会学者张学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徐吉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魏祝挺浙江省博物馆文博馆员 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夏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等 时间 2024年8月3日上午9点 主办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参与方式 南开大学京南校区未成年人设网络的安全风险防范 主讲人 叶晓晴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刑法教研室主任 时间 2024年8月3日上午9点30分 主办 湖北省图书馆参与方式 视频号 长江讲台 微博观看线上直播 凝结在纪元之前 古埃及的艺术 主讲人 王川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文化学者 终身教授 时间 2024年8月3日14点 到15点30分 主办 大陵浩湾图书馆 参与方式 大陵浩湾图书馆四楼报告厅 扫码报名 大陵浩湾图书馆 视频号 预约直播 2024 财富机会究竟在哪里 主讲人 静岩职业投资人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校友 视频号 百万粉丝财经大V流星 金百荣投资高级分析师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历 12年投研经验 时间 2024年8月3日14点到16点 主办 箭头书局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参与方式 箭头书局视频号 观看线上直播 人工智能 落地应用的创业投资机会 主讲人 陈刚马蜂窝创始人 和CEO潘彭凯 分子智力公司创始人 和CEO郑双家 寻名声科联合创始人 时间 2024年8月3日16点到17点30分 主办 斯坦福大学上海校友会 耶鲁大学上海校友会 参与方式 扫码预约直播解读企业 ESG报告发现业务增长驱动力 主讲人 魏无忌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ESG高级策略顾问 时间 2024年8月3日14点到15点30分 主办 加拉帕哥斯学院参与方式 扫码预约直播高速铁路的社会经济影响 主讲人 陈振华 俄亥俄州立大学诺尔顿建筑学院 城市与区域规划副教授 主持人 韩浩英中家文化艺术基金会首席专家 时间 2024年8月4日上午9点到10点30分 主办 中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参与方式 腾讯会议 ID 347579903 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 主讲人 王先鸣 南开大学杰出教授 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 时间 2024年8月4日14点30分 主办 南开大学维珍书院参与方式 南开大学京南校区历史学院天挺阁 127会议室 扫码报名 用数据重塑城市中的社会生活 主讲人 梁晓帆 密歇根大学 安纳保分校建筑与规划学院 城市规划专业助理教授 时间 2024年8月5日上午10点30分 主办 深圳大学城市空间信息工程系 参与方式 彗星楼1402会议室 农业发展展望智慧农业 主讲人 冯丰 中国科学院大学 现代农学院 常务副院长 时间 2024年8月7日19点到20点20分 主办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 乡村振兴专业委员会 参与方式 扫码观看直播中东变局 与大国中东战略 主讲人 孙德纲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东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时间 2024年8月8日14点 主办 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上海图书馆 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参与方式 上海图书馆正门四楼多功能厅 淮海中路1555号 指南总结梳理了近年来 肉制品监督检查工作中 遇到的常见及难点问题 与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要点表 逐项对应并详解 进一步提升 基层市场监管人员 监督检查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 涵盖生产者资质 生产环境条件 进货查验 生产过程控制 委托生产 产品检验 注存及交付控制 不合格食品管理和食品召回 标签和说明书 食品安全自查 从业人员管理 信息记录和追溯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前次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等 14个方面的重点检查内容 并详细列明了相关检查方法 检查依据和检查中的常见问题等 指导基层市场监管人员 熟练掌握肉制品生产企业 检查要点和检查方法 切实提升监督检查水平 手稳助劳食品安全底线 复顺县气象局8月6日发布 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 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 情见多云 27到37度 进口4架HPV疫苗 有限货了 无需预约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可直接到 复顺县妇幼保健院 预防接种 门诊接种 1.接种时间 地点 接种时间 周一至周日上午8点到11点30分 下午14点30分到17点30分 接种地点 复顺县妇幼保健院 预防接种门诊 2.接种年龄 9到45岁 3.接种程序 026 共接种3剂 4.接种费用 818元每剂 5.门诊咨询电话 081358881146 接种禁剂 1.已知对文凭所含任何成分 包括辅料等严重过敏者禁用 2.注射本品后 有严重过敏反应者 不应再次接种本品 3.妊娠期 哺乳期暂不接种 4.急慢性疾病发病期应再缓接种 5.血小板减少和凝血功能障碍者慎用 HPV小知识 1.已知对本品所含任何成分 包括辅料等严重过敏者禁用 HPV全称为人乳头流病毒 是实验室检查的一种指标 而人乳头流病毒感染是生殖到常见的病毒性感染 可在人群中引发一系列疾病 包括癌前病变 子宫颈癌 生殖器有等 全球范围内 大多数的宫颈癌中可测出高微型HPVL6和18亚型 人乳头流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 也可通过皮肤接触等途径传播 人群普遍易感 预防措施包括接种疫苗 子宫颈癌筛查 安全性行为 健康生活方式等 And 富顺县荣媒体中心 日前 2024年800流沙极限赛勇士名单揭晓 前西南州马拉松运动员苏登亮上榜 这份万众瞩目的名单中 除了5位拥有终身免额参赛的队员外 另有50位选手脱颖而出 这只有45位男选手和10位女选手组成的英雄队伍跨越了五大洲 涵盖了12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将在今年的800里征程中共同莫马力兵 800流沙极限赛是国内目前第一个距离最长 强度最大的专业极限越野跑比赛 从2015年开始举办至今 美界警队约50名全球顶尖跑者开放 苏登亮 前西南有名的路跑达人 他从2010年开始接触跑路 曾用跑步的方式从大学所在的天津 一口气跑回家乡前西南 71天3082公里 跑坏两双跑鞋 苏登亮用奔跑的方式 书写着内心的热爱与希望 网友们称他是贵州阿甘 而他不知疲倦跑步回家的故事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前西南的路跑文化 2011年至今他完成100余场马拉松赛事 5场100公里越野赛 2场168公里越野赛 这一次苏登亮将跑给世界看800流沙极限赛 800流沙极限赛 从甘肃瓜州至新疆哈密 全程400公里 其中涵盖了戈壁 亚丹 丘陵 严谨地 冰川 高山草垫等复杂地貌 参赛选手需自导航 自负重 不间断 142小时内玩赛 10月6日 2024年800流沙极限赛 将正式拉开序幕 让我们秉析以待 共同见证 文图前西南日报容媒体 青海日报 西宁市广播电视台 责任编审 赵漫漫 李颖 本期二审 魏浩然 彭元清 编务中审 刘华潮 前西南日报社 新媒体中心出品 微博 at中国前西南 微信 中国前西南 前西南山地旅游 APP 北纬25度的前西南 声明 我们下期再见 彭元清